第36题 右图为直流马达的简图 当线圈通与电流时 马达线圈的转动形形为何 我们看到 这边有个线圈 我们如果取右边 他的电流方向是流向里面 而他的磁场方向从N级到S级 所以我们比出来的右手开掌定则像这个样子 我们发现他的手心是朝下 也就是说 在这个作用情况之下 右边这个线圈会向下移动 而左边的线圈会向上移动 这是所谓的顺时钟方向的运动 而根据他的构造所看到 只要他线圈转到了右边 就一定会受力向下 转到了左边就一定会受力向上 也就是说 他会持续的这样的顺时钟转动 所以第36题问我们说 当线圈通与电流时 马达线圈的转动形形为何 我们答案选的是 持续顺时钟转动